上次这个视频讲了一部分的关于Docker的第二次死亡 那今天我们继续 那么上次离留的一个话题 Docker会消亡吗 这里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 其实云计算的这个历程多少年了 其实我一直说云计算是个长青数 你做任何领域吧 像当年VR AR的Artificial Reality 或者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当年的大数据什么Hadoop 别的乱七八糟就不说了 那这种领域吧 都一点一点的就是说就过去了 就没那么火了吧 就可能当年火一阵 包括什么区块链技术也是火一阵 现在好像也没多少人提区块链技术了 当年区块链技术火的主要是比特币 然后也是近期什么Machine Learning 甚至AI 不是说AI这种东西不好吧 就是说你把它要能够就是说 Productize 或者就是你想把它产品化 到内部还有点距离吧 或者说你技术怎么转型到那 不是说它不重要啊 就是或者这么说吧 就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这个火 就就火一阵吧 他也不会就是一直一直火下去 就是但是这个云计算吧 他就是一直长青的啊 虽然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火吧 但是一直都挺不错的啊 还一直需求都挺高的 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呃当年吧 还有一些框架 你可能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名字啊 但是当年已经过去了啊 比如说什么Cloud Foundry啊 还有OpenStack啊 这些当年 因为当年这种框架也不多吧 反正就是云计算的框架 那么现在就一点点的全都去掉了啊 都消失了啊 也也没有完全消失吧 反正啊 那么回归了历史 为什么扯历史呢 就是说这里就讲了啊 Docker和Kubernetes的往事 对吧 当年的恩怨情仇啊 对吧 现在就是从亲密伙伴到反目成仇啊 我们看一下啊 2013年呢 有个叫DotCloud的Docker公司呢 Docker自己有个公司啊 开源出来了自己的容器项目Docker 对吧 Docker呢 通过镜像打包方式呢 保持了本地环境和云端 云端环境的高度一致 它主要解决的是一大问题 就是说 你怎么让你本地的开发环境 跟产线的开发环境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问题是 哎呀 我这里你产线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本地不能repro啊 对不对 第一步就是repro啊 最难最难的就是repro啊 一旦repro很多事就好办了 对吧 repro就是reproduce啊 就是你怎么重现这个error或者什么 对吧 很多就是哎呀 你的环境跟我的环境不一样 哎呀 就一堆问题对吧 哎呀 我每次都得搭环境 那我以后给你个Docker进行就好了 你别搭环境了 对吧 我其实我们以前在用很多Docker的时候 就是为了起来 起来跑一个Ruby script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看那些那些 一些看源的一些 一些操作吧 反正一些setup 那就让你起个Docker container 啥都不干 其实就是 就是你给他一个input吧 然后他Ruby script跑一下 跑一下以后就铲出 比如说一些stream给你啊 返回一些stream 看了半天他的圆码 原来他就是为了做这么个事 那你想为什么搞个Docker镜像 就为了跑一下一个Ruby script 然后给他input这个stream 返回一个另外的stream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知道观众有几个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搞的 原因就是你不用再去安装Ruby了 对吧 其实这里面折射出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有了Docker 他image里面这个东西就帮你自动装好了 该装什么东西就就有了 对吧 我没有Ruby没关系 对吧 镜像里面有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Docker镜像跑起来 对吧 就装个Docker Demon什么的 别的什么都不用你装了 对吧 镜像里面有 对吧 其实这个原理也跟Ferture Machine有点像吧 但Ferture Machine太重了 很重 Docker很轻 对吧 你说 如果我为了跑个Ruby script 我起一个Ferture Machine那么累死 对吧 因为Ferture Machine他自己是带OS的 对吧 operating system 那么这也折射出个现象 其实就是你看那么小的一件事 对吧 就是为了跑个Ruby script 你不用自己去安装Ruby script了 对吧 不用去安装Ruby了 对吧 就container一跑 只是想说明这个道理 就是说 有了容器 有了Docker镜像以后 就是你不用费很大力气去安装 东西保证你的 你可以轻而举的保证你的开发环境 跟别人的环境是一样的 即使不同的developer之间 也能保证你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很有用 好 那么他就解决了运运人员的心病 其实我觉得对开发人员也是解决一个心病 不然的话 你跟你隔壁同事的开发环境就很难一样 那那个事情也很麻烦 对吧 当然你跟产线一样 那运人运运的人也很爽 对吧 所以Docker很有用 很多公司其实是像Tableau这些公司 他都也在 因为像Coforce Tableau很多公司 公司他有一堆Lexus system 他还没有完全迁移到Docker Kubernetes上 像Tableau的话 他现在也正在转转型到用Docker和Kubernetes 就是你别看这个Docker Kubernetes其实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实际上很多公司还没到内部 也很多公司正正在这个 on the way 就是正在转到Docker Kubernetes 所以这方面的skill side对你找工作也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很多公司还在做这个事 而且即使他已经转型成功了 那你得会用Docker 对吧 会用Kubernetes 那么后来Docker火了以后 就是很多开发力量都汇集在他 就是变得非常繁荣 对吧 那么你毕竟是开源的 开源的他毕竟想盈利 对不对 那么Docker公司就把公司干脆名字改成Docker了 然后并把开源项目注册了商标 对吧 那么任何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这个单词 就是这个Docker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词 那个是是有是个注册商标的 你不能随便用的 就是包括我们的视频可能用Docker 可能也是如果反正我们小小家也不会告你 反正就是你如果用这个Docker去做一些收录的话 他有可能可以告你的 对吧 就可以要交一点那个费用 就是专业非专利费用什么的 对吧 所以包括那个金鱼的那个logo logo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你不能随便用 对 那么2014年到2015年 那是容器技术鼎盛的时期 也是BMW开始受摔落的时期 可能这么说 Docker公司一家独大 十足的话语权 对吧 主导着整个社区的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 谷歌向Docker表达了合作的愿望 对吧 希望推进一个中立的容器运行史 对吧 叫container runtime 中文翻译太别扭了 叫container runtime 就要一个库 library container runtime 对吧 那么他就希望把container runtime 就作为一个核心的库 然后让Docker项目的核心依赖 那么Docker的公司没有认同 这个肯定是削弱它地位 对吧 其实谷歌的这个密图也很明显 对吧 你如果放一个container runtime 等于说你除了这个container runtime 就别的容器 不叫Docker 也可以用container runtime 对不对 是吧 那么他们就可以 就是说就别的容器 你就不是一家独大了吗 别的人也就可以基于container runtime 做做事情 就是开发出自己的容器 对吧 这个谷歌也是这个套路吧 android也是这么搞出来的 对吧 一个就是你 一个android平台 包括那个谷歌 那个javascript的engin 就是那个叫什么 chrome什么的 反正engin 就是那个browser的engin 也是这么个道理 对吧 那Docker呢 自己发布了一个就是container runtime的库 叫lib container 那么那么对很多开源项目来说 那就是说盈利 怎么就是怎么盈利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其实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那么Docker呢 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 那么他也把眼光放到了容器编排领域 对吧 他所以推出了Docker Swarm 对吧 那么Red Hat呢 对这个平台呢 也是早期的Docker项目的贡献 其实Red Hat的早期 也是对Docker项目做一些贡献 开源贡献的 那么他对这个呢 非常不满意 退出了Red Hat 退出了这个项目 对吧 那么Docker呢 当时很强硬 那么谷歌呢 这个时候就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对吧 谷歌这个时候拉拢了Red Hat 开发了一个叫CNCF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loud Native 其实Native Cloud 这个词用的很多 放简历也是个关键词 好吧 那么来推动Kubernetes发展 对吧 从此以后呢 面对Kubernetes就崛起了 崛起了 对吧 其实Kubernetes前身 也是谷歌内部的Bog 而且十几年的技术了 Bog Bog其实很早就是支持容器了 就是说 只不过没开源 其实谷歌这个 其实谷歌的技术领先 业界十几年 这个是很厉害的 其实它的Kubernetes 它只是后来开源了 它前面就是Bog 一直都是容器 只不过没放出来 包括其实当年 要不是谷歌把那个三驾马车 对吧 什么Big Table这些 放出来 也不会有Hadoop的山寨 也不会有一堆人 开发出来 什么Cassandra 就要压一下Hadoop了 当然没有谷歌这个意外的那个泄漏 我们当然也不能叫完全叫泄漏了 我们也不能enjoy现在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技术啊什么的啊 那时候后来谷歌就学聪明了 那个Spanner 他就这个论文里面就不写 写的很 写的很粗糙啊 就你也不能山寨了 对吧 就是现在 所以谷歌的那个spanner技术到现在都是个谜啊 就是没人能够山寨 因为这次他学聪明了 他他paper里面写的没那么细了 所以谷歌那个spanner 就是他那个 现在谷歌那个新的 最新的新数据户的技术啊 应该是比那个big table好强很多啊 强很多 应该非常好用啊 但也只有谷歌内部可以用 就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啊 好吧 所以谷歌也得保留自己的那个就是这个专利技术吧 不然的话都全给别人了 对吧 那Docker公司呢 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 对吧 那么因为kubernetes那么强了 对吧 然后呢 2017年Docker呢 把Docker项目改成mobi啊 然后呢交给社区自行维护 那还是又开源了 对吧 那么Docker公司呢 商业产品将占有Docker这个注册商标 希望以此将原本属于Docker社区的用户 转化为自己的客户啊 那么 那kubernetes呢 技术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产物 也是攫取非常快啊 应该是number one的github的项目了 应该是啊 但Docker已经不是了 对吧 那么开源社区的mobi项目呢 鲸鱼的图标变成了鲸鱼的尾巴啊 对吧 呵呵 那么盈利的目标 对Docker来说呢 属于强扭的瓜啊 这里是这么说的 正如人际关系啊 从风雨同舟到分道扬镳 甚至反目成仇 对吧 那么是价值取向的背离啊 那么Docker的弱势呢 来自于公司的盈利 技术应用的两方面 但如果谈Docker的消亡还为时过早啊 因为Docker本身是一系列技术模块的组合体系啊 而非一个东西啊 那么 我觉得呢 这里这大家 他的观点大家可以去看啊 我个人觉得呢 Docker短期内肯定是 那几年之内不好说 因为现在变化的实在是 技术日新月宜太厉害了啊 另外我 你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 就是叫Docker快死了这个视频啊 还有这个Docker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其实 如果新的容器技术出来 如果能够 已经在做了啊 我名字有点忘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如果有效的解决了这个安全问题啊 其实这个 应该是能够很快的干掉Docker的 因为这个这个安全问题啊 现在你如果你的机器上全部跑的container都是你自己的没关系 对吧 但是如果有别人的container 那你就麻烦了 对吧 那但是 那这么说吧 我买一台机器 假如说我只 假如说我是搞那个像亚马逊的那个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对吧 那我租一个container 对吧 我租一个container 但是这个container 如果你你专门安排一台机器给我吗 那那是继续剩余的资源不就浪费了吗 对吧 那你一般来说 你是希望这台机器能跑多个container 对不对 那我不需要租很多 我只需要租一个 那你怎么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是吧 就是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如果能够解决容器安全问题 但是 但是其实现在解决的方案 我看了一下 也不是特别的好 有点重 有的就 其实就是说穿了 就是拿那个virtual machine的那个技术 再解决问题 那你说穿了 跟virtual machine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也挺重的啊 Docker的优势就是它轻嘛 对不对 但是它的安全问题是个隐患啊 那如果你的一个physical机上 全都是你自己的container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如果有别人的container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啊 对 反正 目前大家没有 没有人出这个问题呢 就是 一呢 就是说 可能你弄的时候 它也是给你专门一台机器 对吧 二呢 就是可能 暂时没有 还没有出过这种事件 或者是暂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大家对Docker的那个使用吧 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 好吧 嗯 我们可以将来看啊 过几年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事啊 那么这里呢 又讲了一个叫Pod Manager 是Redhead推出的一个容器管理的工具 对吧 那么它的定位就是Docker的替代笔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 呃 它是属于源于CRI欧项目 对吧 那么我记得Redhead最近是被谁收购了 我可以查一下 有点忘了啊 Redhead好像是 呃 是IBM Bot OK啊 我有点忘了啊 呃 对好像是Aquired by IBM 对吧 它所以Redhead已经是被IBM收购了啊 IBM 实际上 它也是做Cloud 它可能Cloud那边也排第四第五名吧 主要是 阿里巴巴算不算进去的问题啊 好吧 反正也是前几名了 对吧 呃 就是 IBM Cloud其实做的也不错的 他当年卖掉那个笔记本硬件 就专门做这个软件 你可能在想 IBM去干嘛了 对吧 做Cloud呀 对吧 其实Adobe也在做Cloud啊 很多公司其实在做Cloud啊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为什么Podman是比Docker更现金的存在呢 那么 首先呢 Docker已经商业化的产品 而Podman是个开源产品 对吧 那么以开源为主的云机 计算呃 云原生 Native Cloud对吧 技术体系呢更容易得到推广和应用 那开源肯定是啊 但是开源不赚钱嘛 对吧 呵呵 Docker在实现CRI时呢 需要一个守护进程 那么这个是技术层面对吧 并且Root来运行的带来了安全隐患 对吧 那么Podman不需要啊 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解决的 这里是架构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啊 那么这里稍微讲了一下的区别呢 我就不细讲了啊 那么这个文章就分享到这儿 那么也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的理解啊 那么 大家知道一下挺好的啊 对 但是该用的还是用啊 该用Docker的继续用啊 我觉得 短期之内你也不可能转型啊 或者什么的啊 好吧 那将来几年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对吧 其实 做技术的吧 这个东西一直在换很正常啊 呃 呃 习惯就好啊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嗯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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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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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听听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